星州读者们好,来看刚好遇见你的新闻。 乔治市古迹区的本头工相,近日如常迎来游客云集,但今日多了人们热议着是他吗?然后游者惊呼真的是他。 原来,是立陶宛画家安妮斯,正坐在其名作,以褪色的姐弟供其壁画前,抓着画笔专心上色。 游客们对于竟在街头野生捕获这位著名画家,感到兴奋不已。 不少游客拿出手机与安妮斯自拍,如追星般激动。 游者还上前轻拍安妮斯的肩膀说,感谢你愿意修复壁画,还有人温馨送上饼干。 安妮斯则全程戴着耳机,边听音乐边作画。 对于人们上前询问或打招呼,他只是礼貌地微笑,或简单回应。 由宾州政府安排,安妮斯上周三开始修复他其中三幅名气最高的作品, 另两幅是大冲向街尾的爬墙小孩及阿贵街的追风男孩。 他将根据天气等,不定时出现和作画,预计一周完工, 所以大家还有机会见到他,可以拍照珍藏。 星州日报简要版新闻,感谢收看。 星期𝘩 星期endeu